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HD说车,我是卓琳 说到长安欧尚X7 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销量一直处于一个不错的地位 上市首月月销过万 上市不到一年就打出了10万台的一个好成绩 说它是整个品牌的一半一点也不过分 那么最近呀,新改款上市的这个欧尚X7呢 也正式发布了 售价定在777到129,900之间 那么作为年度改款的这个长安欧尚X7 它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吧 外观方面来说呢 依然是一个家族式的设计 多边形的进气格杉搭配这个波纹状的中网 犀利的LED大的灯组呢 作为一个一体式的前脸设计融入进来 整个看起来很大气 包括它前面这个两个大写的C一样的这个前包围 整个呢就是感觉很犀利 很轻面獠牙的一个感觉 很强壮的感觉 来到侧面我们看到它整个车身呢 就是特别年轻时尚 包括它的这个镀铬饰条 从A柱开始沿着车顶一直延伸到车尾 然后甩一个俏皮的小尾巴 流线呢勾勒得特别漂亮 然后它的这个侧腰线呢 也是平直的延伸贯穿出去 显得车身特别的修长 那其实呢它也是特别的长 它是4705的一个超长的车身 反映到车内呢就是空间特别的大 2780的一个超长轴距 再还有配合不同的车型 最高给配备了20英寸的一个轮毂 整个呢看起来就是一个大气 尾部延伸出来的扰流板呢 可以减小风阻提高燃油效率 然后这个虚黑的尾灯也是非常的帅气 包括它有一个银色的银灰色的饰条 可以贯穿尾灯组 然后还有一个双边供出的排气 整个看起来呢就是 包式设计 皮质特别的柔软 中控也是环包式大面积的软包 搭配银色饰条 钢琴烤漆 整个分割设计呢 跟外观一样走的是大气路线 还有这个10.25英寸的大尺寸 全液晶仪表盘 还有内嵌式的多媒体触摸屏 游艇式的挡霸 是不是整个看起来特别的豪华 其实作为年度改款车型 它在外观内饰方面 基本上是变化不大 但是在配置上做了一些优化 新款S7搭载有全自动摩车系统 远程OTA升级 还有人脸识别系统 远程语音控制系统 还有ONSTYLE智能网联系统 以及360度全景影像 加云后视仪等等 新S7的八款车型里面 我最喜欢的是 2021款人脸识别 全自动摩车太空逍遥版 听名字就感觉很逍遥 它配备了是座椅加热 座椅记忆 一键休息等功能强大的 太空逍遥椅 还可以24小时远程监测车辆的 千里眼视频系统 除此之外还具备有12颗超声波雷达 加4颗超高清鱼眼摄像头的APA5.0 一键全自动摩车系统 还有人脸识别 大幅度的提高了X7的科技性 然后再配上64色的环境氛围灯 整个科技感拿捏得死死的 来到后排之后呢 X7的超长轴距 大空间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现在我前排调到 我的舒服的座椅姿势 然后现在给到我腿部的空间呢 大概有个三拳多 三四拳的一个空间 然后头部的空间呢 有个一拳左右 关键是它中间的地毯是纯平的 就是在中间坐一个人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很舒服的 还有一个头枕 包括它的座椅是可以按比例放倒 放倒之后呢 给到后备箱的空间就超级大 给到后备箱近身的空间 我目测大概有个一米八左右吧 然后后排的话 空调和USB接口都是配备齐全的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动力方面呢 由于今天我们是静台拍摄 不能感受驾驶体验 所以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数据 欧商X7呢 继续搭载的是长安兰晶1.5T的温轮增压 发动机 最大马力呢 是178马力 最大扭矩 265牛米 搭配6MT和7DCT的变速箱 前置前驱 悬架呢 是前麦夫训 后多连杆 独立悬架 其实改款后的X7最大的区别 还是在于丰富了车机系统 和优化了安全性能 包括有逍遥椅 天理眼 还有全系标配的五大主动安全系统 还有高强 高强缸环形车身 唤醒式的LED灯组 还有胎压监测功能 还有PM0.1级的复合绿心 柔性副车架 等等等等 那有了这些配置的加持呢 长安欧上X7在同级别的车型中 是不是显得更加有竞争力了呢 另外啊 今天我们来到店里 也咨询了一下 店内现在购车的一些优惠政策 比如说现在买X7 使用这个长安金融贷款 可以享受三年分期无利息 额度呢 有4到7万不等 算下来至少能剩1万多 你动心了吗 好了 这就是我们本期的HD说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